我說你要讓我過去看孩子最後一面嗎 因為這畢竟 他現在人在 他那個冷凍櫃裡面 我們過去他才可以處理 今天是我弟子 他整天都找不到我弟弟 所以他就打電話給我 我就請我朋友趕快 趕快看能不能夠過去幫他看一下這樣 然後他過去一看 門打開的時候 他已經全區在那個沙發那邊了 前球星張志佳促世家人悲痛哽咽 世界被爆紅 周董還曾為他寫過歌 前職棒球星張志佳元旦深夜 據傳因為心肌梗塞在大陸促世 想念43歲 知道是心肌梗塞是什麼原因嗎 因為我朋友趕到場的時候 因為他是請比較近的朋友先去看的 那我那個朋友趕到場的時候 反而已經離開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知道缺缺的原因 他不喝 他就是都吃外食嘛 都吃重點什麼 他都要吃很重點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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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都沒什麼麻煩 他過多少步 他過了兩三個過了 他這頂頂頂頂頂一頂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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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媽媽和姐姐心急如焚 截獲消息聯盟辦理台胞鎮 隨後就打算飛去大陸處理張志佳後事 世界盃這瘋狂的一刻讓張志佳刻骨銘心 中韓之戰他一夫當關差點玩瘋對手 中日之戰他不可一世 張志佳在2001年的世界盃 以戲爆紅更被遇天才型投手 甚至跨界發行專輯 不只和丁文綺合唱過職棒主題曲 連天王周杰倫還幫他寫過歌 我真的沒有哭 留下的不是淚 那只是用心過手中傷的汗水 2002年以1.2億日元簽約 日本職棒太平洋聯盟習武師隊 旅日生涯才第一年 就已連續28局三陣的紀錄為國爭光 以後會繼續維持這個狀況 不會在有時候一陣好過以後 然後後面又爛掉了 我後面會努力去維持 不過風光一時 張志佳2009年捲入中職最大假球案 不但被拉牛熊開除球場 遭到終身競賽陷入人生的壞球袋 兩個人只想休息而已 就是不要封到有關運動的東西這樣子 現在是很少沒有在接電話 接下來還要 接下來要幹什麼事 一片空白我自己還不知道 無奈為了生計 張志佳還曾在台中一家鐵板燒當學徒 就跟朋友一起 然後就 算來這邊先 先看看有沒有辦法 自己就是 有沒有辦法一群年輕人這樣子 然後一起把一群電撐起來這樣子 不只擔任鐵板燒師傅 張志佳近期俘錄工作 這兩年還考上高爾夫教練執照 沒想到再次聽聞到張志佳 卻已經是離世消息 電郵麥彈跌 東東心大衣衛 每個空男人都放過年 電話電話電話給自己機會 神經病